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香猪站在鲸鱼背上兴奋的喊 哎 痛快 哎 太痛快了 马飞雪同样一脸开心呢 看到基地整个沉到海底的时候 他还欢呼了一声 看着这一幕 李高楼的嘴角也露出一次笑容 这一刻欢呼的马飞雪 可不就是他所认识的那个女孩吗 那其他人自然不会跟这两个人一样 影月被李高楼拉到鲸鱼背上的时候 眼睛还是瞪得老大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之前听到李高楼说打算要干掉这个基地 他以为是来了什么援军呢 结果接着他就看到这条大鲸鱼的出现 这位世界杀手榜第一名的存在 在这一刻实在是有些忍不住 他问了李高楼一个问题 你到底是什么人 实际上也因为他这个问题 其他所有人都朝李高楼看过来 对啊 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为什么种种匪夷所思的事 都会发生在他的身上 李高楼轻轻地摇了摇头 他却是看向了远处的天空 在那儿隐约地可以瞧见 数十个黑点正朝着这边赶来 他随即扭过头来对众人说 我们该走了 总盟的援军来了 第九基地就这么被毁了 对于佣兵联盟那绝对相当于毁灭性的打击 至少他们针对华夏这片的布置 算是彻底的白费了 其他人也不多说什么 毕竟这个时候的李高楼掌握着所有的话语权 全部的事情由他来决定 虽然说按照马飞雪的意思 完全可以让鲸鱼啊 把这些飞机全部都给打起来 但是李高楼可没这么做 也就是十几分钟之后 总盟的飞机全部都到了 看着面前一望无际的大海 再次确定了坐标位置 机组上所有人都蒙了 这儿不是第九基地吗 可第九基地哪儿去了呀 一道水柱冲天而起 下一刻大鲸鱼完全沉入海底 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 李高楼他们站在船头 众人的心情非常复杂 尤其是回想跟这只大鲸鱼之间 发生过的种种故事 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已经属于华夏 也就是说李高楼他们回来了 现在就算是拥兵联盟 对他们恨之入骨 也没办法继续采取什么行动 二独的船就在这儿等着 同样二独也被那条大鲸鱼给吓住了 不过早已经习惯了 李高楼身上重重匪夷所思 所以二独倒是没太多的复杂想法 只是重新跟自己的好兄弟见面 尤其是就这失联了十多天之后 那这实在是令人十分开心的事情 尤其是那种喜悦啊 那是异于言表 送着大鲸鱼离开之后 李高楼他们呢没有任何停留 开始返航 同时李高楼啊 也有时间 问二独 野哥怎么样了 之前他离开华夏去百万星岛的时候 本来按照计划是要跟王爷一起 而偏偏那个时候 王爷身体里的火脑花 发生了进一步的融合 因此李高楼才会独自乘坐着海王号出海 也有了后边一系列的事情 现在他重新建筑了二独 当然迫不及待的询问王爷的情况啊 二独左右看了看 觉着周围这些人应该值得信任 随即他低声说 野哥离开了 离开了 去了哪啊 这个答案倒是让李高楼有些意外 他下意识的认为啊 王爷可能去出海 到百万星岛去找自己了 猜到了李高楼的想法 二独摇了摇头 野哥去了恶人岛 恶人岛 这出乎李高楼意料 他怎么都没想到 王爷会去恶人岛 不是野哥上恶人岛干什么去 我不知道啊 二独倒是很实在 李高楼沉思了片刻 翻开生死簿 他的这个动作呀 其他人看到了 但谁都没说话 尤其是那些熟悉李高楼的人 都知道他这个古怪的状态 虽然说根本没人知道他在干嘛 至于说李高楼 把生死簿翻开之后 他脸色就是一变呢 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恶人岛 崩 李高楼愣了 这什么意思 不是恶人岛我能理解 但是崩 崩啥呀 不过现在没人可以解答他的疑惑 只是小李同学在看向远处的时候 眼底闪过一丝凝重 恶人岛一定是出了大事的 虽然说并不知道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但是李高楼的这个猜测 可不是平白无故出现的 女王城堡的事情 他还记得非常清楚 当时李青庚带着人帮自己解决了几个铠甲死神之后 立刻返回恶人岛 那个时候他就说过 说恶人岛似乎是出了事了 当时李高楼也没多想 可现在连王也都去了恶人岛 这就由不得李高楼去重视 所以生死不上所谓的恶人岛崩 是什么意思呢 或许这样的消息对别人来说是无所谓的 但是李高楼却不一样 不单单只是因为他对于恶人岛 有种难以释怀的情绪 最重要的是他的师父子黎黎 还有那高矮胖瘦兄弟四个 都待在第九层的冰岛 在当时离开恶人岛的时候 李高楼就想过 自己是否有一天可以有机会 把他们从冰岛都救出来 不过那个时候的子黎黎却并不同意这么做 按照子黎黎的说法 他们待在冰岛应该是件好事 那为什么子黎黎会这么说 李高楼不知道 但是他对自己的老师却保持着绝对的尊敬 尤其是这件事 更何况在他之后见到了吕天游 了解到那个黑洞之中恐怖的寒毒 这个想法更没有了 可是如今听到恶人岛出了状况 他又担心起来 李高楼沉默着 二毒在旁边说 野哥临走的时候说了 如果你回来没有接到他的消息 不要试图去恶人岛 这一次李高楼都是点点头 深吸了口气他再次看向远处 现在多余的担心解决不了任何麻烦 只能先返回京市 再做下一步的打算和计划吧 三头鹰跟乡猪两个都跟在李高楼身边 这两个人一个关系到林寒的腿 另一个却是没地方可去 大海上发生的一切 李高楼完全征服了他们 所以他们愿意跟着李高楼 现在阶段的小李同学 一切事情可都是起步阶段 所以身边有两个人帮忙啊 倒是一件不错的事 因此李高楼也愿意带着他们 马飞雪没有靠近京市的港口 乘坐着马王爷安排好的飞机 去了东海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什么时候有了心情啊 再来京市 李高楼却能猜到 马飞雪是什么原因说出这话的 但是他也没什么好办法 心里叹息一声 顺其自然吧 至于刘云则是跟着李高楼 一同返回了港口 临走的时候 他要了李高楼的电话 这次的大海之行 让这女孩也经历了 好似噩梦般的故事 不过这个故事 因为有李高楼的存在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至少他现在活了下来 而且他现在啊 略微还有些留恋的意思 至于说李高楼 现在都不知道刘云的身份 只是看着港口 专门来接他的车队 猜到这女孩家事 可能不太一般 当然这些跟他没什么关系 真正让李高楼没想到的是 他这边刚刚下了船 就有人在等着自己 而这个人 更是给他带来了一个 意想不到的消息 权光楼没有电话 还有这种人 都会带来了